大家好,我是聚梅中国培训部的培训师朱杰 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品鉴聚梅中国妙心这款产品 这款茶以武宜山当地高品质茶蔬多叶为原料 结合郑山堂传承400亿年红茶文化与聚梅创新技艺将心潜之而成 是一款高品质创新红茶 取名妙心,敬古金茶人以玲珑之心处事为高原之质长存 妙心来自武宜山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域的同目观 这里是世界红茶鼻祖,转山小种的发源地 武宜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这里山起水秀,一目充裕,森林覆盖率达96.72% 连年起伏的丘宁与尾营的武宜山脉形成一道天然的天障 洁流了来自东南沿海的季风 形成中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使这包水土孕育出底蕴深厚的茶文化 成为我国唯一的茶文化艺术之家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冲泡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干茶 调索、粗状、色泽无润 简单的物品解决后呢 我们进行扣茶调香 现在它的香气呢是比较清新悠长的果香 然后带有一点点的花香 冲泡剧面红茶的话 我们建议使用100摄氏度的沸水 我们选一种原料都是比较高品质的茶叶原料 参戴高温粗泡 然后高温的话 有利于激发茶叶内的高肺炎方向物质 使茶汤更加的饱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茶的茶汤 茶汤的话它整体是金黄透亮 并且热感兴趣 我们来品尝这一道的茶汤 第一道茶汤呢 整体以前春饱满 入口顺滑 口腔中呢也带着丝丝的花香 我们来闻一下盖相 这一道茶的茶汤呢 能明显地感受到青春草的气息 并且加大着一点点的焦糖香 这一道的话 它的甜春感慢慢上升 并且汤里面的草木气息 也开始慢慢地展现出来 现在我们开始冲泡第三道 这道茶汤的话 它的甘心主义就满满 并且茶汤与香气融合得十分完美 今天草木气息里面带有淡淡的花香 经常有茶友会问 我们如何去判断一款红茶的好坏呢 其实优质的红茶我们可以通过五个方面来进行判断 从它的外形 汤色 香气 滋味 液滴 来进行综合判断 优质的红茶 外形调缩紧接 匀着 汤色的话清澈透亮 香气的话是比较饱满 复与持久的 然后它的滋味呢是鲜河爽口 液滴的话 它软亮 匀气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道汤色 它现在的汤色的话也是整体金黄透亮 并且带有金圈 这一道汤色的话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和我们的第一道差别的大 这也是我们产品耐泡度的一个体现 这一道茶汤的话 它依旧是前春保满的 并且它的香气已经完全落在了水中 茶汤比香气完美融合 然后整体的话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凭借塑造过后整体来看这款茶 它的汤感的话是感情顺滑的 然后香气呢是轻轻持久 并且悠长 且富有层次 是和世界人喜欢清新香气口感的茶客 以及想要领略五米红茶呼味的茶客 无论是送你还是自己 都是一款高性价比的产品